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俗话说得好啊 一日吃三早,一辈子不嫌老 现在正是吃冬早的时候 冬早皮薄肉脆,甘甜清香 而且冬早的好处是你想不到的 第一,补充维C,软化血管 冬早有一个称呼,可以说是十字名归 那就是维生素C,大补王 能够抗氧化,增强人体免疫力 改善铁、钙、和叶酸的利用等 维生素C还可以软化血管 预防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 改善血脂,降低党固醇,降血压 第二,防止便秘 鲜枣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对于改善肠道活动 防止便秘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民间亦有每天吃杂,南中少杂之说 因此在冬早上市的季节 不妨多吃些新鲜甜脆的鲜枣 第三,解毒养肝 冬早胃肝性微温 受益于肝、脾等脏器 能够减轻各种的化学药物 对肝脏的损害 所以慢性肝炎和早期肝硬化患者 常吃冬早还可以起到一定的普助治疗作用 第四,补充医器 养血安神 中医认为大早兴胃肝温 能够补充医器 养血安神 健脾养胃 病后体弱 贫血的患者 以及冬季手脚冰凉的女性 都可以通过使用大早来调理身体 第五,美白抗衰老 冬早含有的这个黄酮类和分类化合物 不仅能够清除自由基 延缓衰老 还可以改善皮肤的色泽 在临床上常被用于美白 第六,防止骨质失松 贫血 冬早中富含钙和铁 他们对防止骨质失松和贫血有重要的作用 对病后体恤的人也有良好的作用 对于仙草 生吃是最好的 有利于营养吸收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李医生以往也提及过 有三类人群最好少吃仙草 第一,糖尸偏胜者 第二,感冒初期的患者 这个感冒初期 日清人体的风寒或者风热之前正胜 如果此时使用大早 晴天力的性质常常会导致湿气滞留 使得体内的病险难以去除 不利于恢复 第三,糖尿病患者 谨慎使用 现在正是先找上市的时间 每天吃上六七颗 是非常养人的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李医生在视频下方 点赞、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订阅